今天就回來了 5月24日時間過得很快 不止我們現在5月過得很快 昨天一日的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看到國泰事件 國泰的風波 其實好像是星期一發生 然後昨天星期二的時候 傳聞大肆報道 但是報道完之後 是否不足24小時 停職計議 就是炒油調查 然後炒油一天內 光速地進行 發生的時間是我們和Larry 在討論俄烏戰爭 我們說完就馬上炒人 整件事是非常快 我記得我們昨晚在英國時間吃飯的時候 就已經是炒人了 這件事 如果你以前來說 很難去 要不就是不爆 一爆就很快處理 因為整件事是政治化了 我們首先看到 這個人民日報合客島 將它上綱上線 就說現在還說什麼英文 現在還是殖民地時代 那類 然後就說我們現在是醫食父母 甚至乎有些人幫合客島做了圖 好像當一個運動去做 等於當年 這個釣魚台 就是這個日本 安倍晉三的私有化釣魚台之後 大陸的微博 大陸一個二個傳播 在那裡分享 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然後大陸昨天就搞一個運動 幾乎是搞一個運動 大陸客 即是你說中國的旅客 就是香港人的 香港的旅遊業 即是服務業的 醫食父母 即是不要他們光顧 你死了很久 大哥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們過去三年了 是吧 香港人有沒有死到 香港人 沒有這些醫食父母 死了去哪裡 我現在見大陸的人 就死了不少 是吧 大哥 我們之前經常講的報道 沒有了四千萬的勞動人口 這些人死了去哪裡 是吧 北上廣深 死了多少人 沒有死了多少人 少了 不見了多少人 北上廣深加起來 沒有了270萬人 是吧 誰死了 香港是沒有了很多人 即是流失了 很多人是移民了 這個我們大家都心裡有數 但是呢 你現在看到 就是這件事情之後 我又不知道 又會加速多少人 就想著決心 就要走了 因為國泰 你要知道 其實他首先 如果你說的工會 應該說 過往來說 是全港最強的工會 以往 其實他除了他的獨立工會 其實都算是有壓力 就是保障自己的員工之外 他也是職工物的成員 但是現在職工物沒有了 現在梁振英 早前 這個國泰 他原本就說想 集會 在這個國泰城裡面集會 說要加薪 是不是 都竟然給你梁振英點名 就是那個工會 那個副會長 給他點名 就是又說 這個時候你搞這個集會 不以這個香港利益為眾 是固存大概 是啊 沒有這個大局意識 這樣 這樣 現在 整件事情 這麼快去發酵 昨天 其實這個 我們見到國泰 不知道是不是國泰 但是有人聲稱 他自己是國泰的員工 是不是 他自己在 這個真是好用 這個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不知道是不是國泰人 但是 他這篇文章 都幾有火 僅代表全體的機艙服務員 問候你全家祖宗 上下十八代 嘩 這麼厲害 這個一件小事 令到我們看透了一大玻璃心 韭菜 說你們是韭菜 你以為你很厲害 醫食父母 你是韭菜 明明是表達不清 都可以怪到別人口上面 明明是其中一方 不是香港人 英語甚至不是他的第一個語言 他要說 怎麽不講普通話 即是說現在 就接待 這個大陸旅客 那個空姐 據傳他就是日本人 傳就這樣傳 他不是香港人 正正就是他不懂聽他的英文 你又要自己以為 英文很厲害 不知不知道 那你又說了 是卡片 是吧 即是九五八八 然後 你自己不懂 你就說回普通話 或者找其他人 是不是 然後你自己不懂 又要說 當然 說你是非是不對的 但是 這個就是他們 現在這個代表 他自己說 代表機艙服務員 他自己說 他自己說 入境卡 不會有問題嗎 空伏跟機場職員 是有分別的 投訴 什麼都投訴 投訴 你不是 為了折扣的小人 還無恥 玩偷錄音 其實他們這個 是鄭飛 什麼大灣區鄭飛 是吧 嗯 是啊 只有你們才會做得出來 就你們那些顧客至上的道理 你們之後慢慢玩 全然要開上海和杭州的空伏 以香港寸金尺度的地方 只有九千一百 九千一百元 九千一百元 就是月薪 是吧 那你們之後 慢慢體會低身同胞的愛心 就是 接著他又聽這個國泰 不要記得 不要只在小型紅書 微博這些小眾平台跪 要跪 去到IG Facebook 解釋你們的決定 給外國人看一下 和香港人參考一下 你們怎樣做事 三年來 走得到還不夠多 機師 還有那些卡本 crew 你又繼續炒人 人工就加了那些少 不知道是不是加 九千一百元 他本身多少錢 加到九千一百元 買個包都不夠了 你老美 補充一下 就是當初這個疫情關係 令到這個國泰集團要改組 就將這個港龍剪掉 然後呢 有很多人不能撈的了 已經 將這個空姐 將那個 中港的那個服務 就搬進去這個國泰裏 然後呢 就 重新 就用九千一百元抵身 就請回那些空姐回來 所以呢 即是 非中港線的空姐 是很慘的 本身是 OK 這件事情 發生了之後 也有聲稱是 代表 代表那些機艙服務員 的這個帖子 走出來 但是這個帖子 很快就被刪除了 甚至乎 帳號都被註銷了 那現在你在大陸 你出了什麼帖子呢 不知道是不是犯國安法的 這些 應該這麼說 大陸的任何一個社交媒體 都是有極嚴密的審查 一有爭議就關帖子 沒錯 這件事林兆波處理了 林兆波就是國泰的CEO 那就是 李家超 就昨天好像說 已經和林兆波溝通過 表示了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那就是RFA 我想現在RFA 才會找國泰的工會 或者是前那些空服 以前做空姐 那些人去問的 說一些公道說話 那他找了一個Conny 就去做訪問 他說不清楚這件事裡面 國泰怎樣和那些攝氏員工溝通 但按一般程序 就是這個一般程序 以前會怎樣做呢 就是一旦員工出錯受罰的話 會先口頭警告 再出文字報告 然後在程序展開之後 解僱才是最後一步 對於語言問題 他說每間航空公司的規矩都不同 按理解 香港航空公司都是國際航空公司 員工有不同的國籍 所以英語 英文才是主要的言語 當然 其實你可以說 國泰自己都可以有自己的政策去調配 譬如你說 你明知道大陸人 是這麼難搞 這麼難服侍的 英文是完全不能說的 覺得講英文 懂英文都不敢說 都不可以說 講英文就是跪拜西方文化 你說到這麼民族主義的話 其實國泰如果有資源的話 記住 如果有資源的話 你應該找回 那些只是懂普通話的人 做空姐的 所以現在我知道 現在是不是 小把司機引入五百個外勞 沒錯 這個橙新聞 這個文匯報分支 就這樣說 之後我想 因應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國泰 他借機 我昨天說得沒錯 我已經猜中了一件事 這個叫做平基會 立刻彈出來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平基會主席 那個人的髮型 整個老董 他戴了口罩 整個老董 那些人說 又說 是啊 是時候要立一個俗內歧視 又在那裏借商成毒 這些 在那裏借題發揮 借商成毒 那個叫做 朱敏健 那個人 他說 所以我猜 下一步 下一步 就是會借國泰事件 然後就找一班外勞過來 溝探你的空姐 那你等你現在 還想搞公會 我一直都想搞國泰 第一 就覺得你是前朝下來 這個 這個 是不是 這個太古 嗯 嗯 是啊 覺得就是借機動你太古 但是你本身已經 這個國行 它已經有超過20%的股份 你再加上其他不同的 中資股東 其實大陸佬 或者共產黨 才是真正的大股東 那其實呢 已經被人溝探得很厲害 其實呢 這個就是 是不是主權換自權 當初是這樣想的 就是97年之前 很多什麼國泰 又或者是那些本地英資 已經是這樣 總之是侵你共產黨玩 就不要煩了 其他的事情 我猜下一步 他就會外勞 國泰既然請不到人 香港沒有人會說普通話 或者你說普通話 覺得不好 以後找 以前的導遊阿珍 嗯 那類型 找阿珍 找導遊阿珍 做國泰空姐 他是大陸空神 對 是啊 你找回大陸人 去治大陸人 是最好的 大陸的空姐 就去頭等艙 服侍領導 大陸空審 就陪你 在經濟艙局 那裏 就掙扎泥水的 所以呢 他見到你是香港人 那現在他覺得呢 要欺負你的香港人 那不就這麼大 如果那些是大陸人呢 那些大陸人 就跟你鬥扯頭髮的 嗯 就好像導遊阿珍那樣 你給了多少錢 我賺 他爭罪 你再幾個 我把你扔出窗口 這樣就沒那麼衰 就是老屈你 就買多些免費 找導遊阿珍做 反正其實是 你講真的 9,100元 香港人哪些稀罕啊 是吧 剛才那位 寫文那個 買個包都不夠了 你老味 是不是 就是這樣說 9,100元是抵身 你再包那些長短圖 加上巨文都夠吃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你低低身 其中一個理由 就是要老屈你 幫公司 就去買買那些免費品 好了 這樣就好了 而你飛去內地那些航班 最理想的做法呢 每班機 至少有一個人 會講中文 怎樣跟客人去溝通 就要視乎情況 即是如果你有些 很難處理的客人 只肯跟你講中文 就是那些專人去服事 這個是理性理想的做法 那現在呢 就是阿康尼就說 香港的航空公司 就是 這個我們剛才說了 如果客人有需要 而自己沒有中文能力 就可以叫其他人幫忙 或者用最原始的方法 用筆寫或者畫圖 或者用身體語言去代替 對於有內地評論認為 即是 那些什麼國泰空服員 去外行其他國家都應該要 升仙式講普通話 就說 那阿康尼就說 如果是非國際線的話 一旦英文不是主要的語言 就會造成溝通障礙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因為你不是說 有時候我們講 航空公司 是不是會比較複雜一點 雖然你一個班機 你是點對點 我當上海 但是你有時候 會跟著同一班機 是會轉去其他國際航線的 是吧 你因為成本考慮 你不可以說 你專線只是服你上海 你上海可以轉去東京 又或者 甚至本身那班機 你很多人 是由那些什麼東西卡塔爾 轉入來的 那你怎麼撐 你不可以只會說普通話 因為那個空姐 他一服你這一班 飛大陸的機器之後 他就要轉飛國外 所以他一定要具備 英語的能力 嗯 所以昨天的合格島 是萌蠻來的 是吧 另外 國泰公會怎麼說呢 國泰公會就說 喂大哥 他說 他已經向那些成員 發出了內部電誘 他們又說 感到非常痛心 對於空中服務員 現在面對很多不實的指控 和網上的傳言感到痛心 這個不實指控 首先我覺得 因為你現在國泰管理層 就說完成了調查 如果你現在這個時候 不實的指控 或者是網上傳言的話 這個當然 就是頂撞國泰管理層的說法 就是說你現在 你做了調查 其實 你有沒有搜證足夠的搜證 你究竟 你對我們的空中服務員 涉市三位空中服務員 正確嗎 你起碼也要驗證一下 譬如你起碼 我看食神那部電影 你看到李兆基 剛才誰在說我的壞話 起碼要對那個口音 你一個一個排排棋 說一句說話 混合做賴尿牛丸 就是李兆基 就是跟誰在說話的時候 莫文慧 莫文慧說話的時候 後面周星馳 食神他自己說了一句說話 混合做賴尿牛丸 鱼蛋 說他這句說話 大哥你不能把後面的男人 一人做事一人當 誰說話你就找他出來負責 是不是 逐個在這裏點 你有沒有 現在 我懷疑 究竟是郭泰 是不是他在那班機裏面 你找空姐出來 然後 加上做賴尿牛丸 打得笨 重點說到尾 都是因為你在這個微博裏面 那段錄音 本身就是 乘客偷聽回來 他只不過是 那班空姐的歌涉 這樣而已 這樣東西 究竟有沒有影響到 整班機的服務 都沒有說清楚 我自己覺得 不是說那些空姐沒有問題 空姐固然有問題 我覺得他們這樣說人是非 然後你在最後排 我們自己坐過飛機都知道 是痛的 是吧 沒有解釋的 你在飛機裏面 最後的位置 你在那裏斟茶 在那裏撿東西的時候 在那裏倒垃圾的時候 你的廁所就在旁邊 坐在後面那些人 坐在後面那些乘客 將所有東西 會聽得一清二楚 如果你後面說是非 而你本身那班是大陸人 他們會同仇敵蓋 他們會同仇敵蓋 現在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就是看不過眼 有三件事 你說 你用廣東話來做廣播 叫人家坐在那裏 然後 人家請教你怎樣去填表 跟著你又 在那裏 不是很友善的態度 其實這傢伙 根本上 他是一直坐在那裏 其實這個好像是飛機警察 昨天的chat room 都有人說 你如果找回那條微博 去看那傢伙 他是喜歡偷拍空者的人 原來是這麼混亂的 原來是 是啊 所以 你說 為何專門坐在後面 原因 就是 喜歡看空者 因為空者一定會在那些地方 出出入入的 無意之間 聽到這些歌聲 心中有氣 自自然 錄了你 結果 這件事 剛好 對上了 市眼傳媒 或者主旋律 要大陸人 強起來 這樣的論調 所以才搞得這麼嚴重 OK 現在 就變成這樣 工會一定是 不順 之後 國泰現在說 要搶人 要搶人 不止國泰 其實是 你猜是發生在國泰這件事情 不會發生在其他航空公司 一樣的 現在你說航空業界 是差多少人 目前是差17,000人 算上去年的話 之前他們說過 起碼是差2,3萬人 你整個航空界 就是缺空者 是缺這麼多人 好了 你現在要請人 人工又不是特別高 然後你又對著一些西客 然後動一些 你知道空者 不像很多人看得這麼簡單 又說可以油浮 又可以做水貨 又可以帶貨 又可以做水貨 他們當然 他們自己都有自己的壓力 其實他們日夜顛倒 你又未必 可以開足工 有時候其實你都不是這麼容易做 你服務行業這些東西,你撿頭撿尾,其實你在飛機上,雖然你穿得很漂亮,好像很得體 但其實說真的,你對著西客,你等如酒樓部長一樣 不是酒樓部長,酒樓部長,你都可以說誰過來 他自己就做了一些斟茶遞水的車 你幫人錄在背面,其實是一樣的 你去飛機上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最後這件事的結果,令到你更難請人 這又是惡性循環,令到你更難請人,之後又會變成怎樣 之後你就要引入外勞,溝探你,一石二鳥 現在的主船率大方向都是兩件事 第一,你在香港慢慢就是普通話,取代英文 第二,就是用大灣區的外勞,溝探你 香港到處都是缺人,但反過來一件事 我們都說過很多,大陸那邊,那些什麼廠 又或者北上廣深那些地方,失業率,年青人失業率 是比兩位數字,跟著那些死人廠 是說九元一粒一粒鐘去請人 那你可想而知,在大陸的角度來說 就是,喂,中上產都未必夠位去做事 那就麻煩你去香港和我頂雞頭去 來啦